董事長 劉亞人議員 國產國議員 房屋董事長 還有我們各個議員辦公室的主任 還有各位里長 各位鄉親 大家晚安 大家好 首先非常感謝各位貴賓 我們本次2021加拿文化節活動 因為你的參與 讓我們的活動更增添光彩 那事實上加拿文化節 我們從90年開始就一直辦 辦到今天21年 那事實上 保余代夫落盡 是從清朝就開始 那我們今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劉柱很辛苦 也有拔杯 他說那我們今年就沒有落盡 但是寢神 抽成的醫承 都有在做 那前幾天才特別 去關渡請大嬤 還有我們小海城王 另外還有我們的寶聖大帝 都都有廟禮 齊聚一堂 那希望透過他們 來補兵 整個萬華地區 甚至台北市 都能夠平安 那疫情消散 大家能夠這邊 國泰平安 安居樂業 那另外也跟各位報告 非常感謝我們五組 還有直東投家 也很辛苦 那今天的活動 也是他們 來幫忙促成的 那最後的機會 感謝你們 那最後我想說 透過這個活動 讓我們的 加納文化能夠保存 那事實上 我們辦議員活動 有好幾個目的 第一個 就是希望大家透過活動 大家聚在一起 凝聚 促進情感交流 加強社區認同 進了大家都 有這個共識以後 就會 就會 把這個地方建設 一起出錢出力 讓這個建設更好 那另外就是文化廠 傳承 剛才也跟各位報告過了 希望透過這份 活動 包括百年來的 這個傳承 能夠存下去 那跟各位報告 加納在 浦嶼的 化石 那個角澤地區 那因為以前 這邊都是一些農田 那我們的佳納三寶 莫德順 豆芽菜 還有茉莉花 都是我們的農產 所以我們剛才 四點多的時候 有辦一個玩豆芽比賽 很有趣 那時候來了 一兩百個人 在那玩豆芽 然後 感覺說 很興奮 每個鄉親 還有難得 在玩豆芽 讓你很感動 那我們現在這個文化 能夠傳承下去 那也感謝各位鄉親的參與 讓我們這個鄉親的社區意識更凝聚 當然更感謝各位貴賓的利盈 那我們這個活動 真的非常增添光彩 那最後 希望這個活動能夠圓滿成功 那也祝各位貴賓 各位鄉親身體健康 平衡快樂 謝謝大家 感謝 謝謝 謝謝 我們區長牛路 在這裡普通介紹 我們瘦德里里長 蔡樹莉里長 來到現場 好 來 現在請工作人員 將我們的開幕儀式的魔球請推出 在這裡我們